進去設置是好好的 也喜歡出來是好好的 你們原廠給我們的是 比民間廠還不如的品質 想也想不透 怎麼只是進廠維修 卻變成噩夢一場 你先生的愛車 後照鏡被撞壞回原廠維修 原廠表示 得從德國訂製需等待三週 好不容易裝上新的 居然馬上出現問題 也是一樣 也是不能收折 他們在跟我講說 他們知道原因了 可能是叫錯了之類的 德國飛來的後照鏡 說不動就是不動 原廠要留車檢查 李先生要求給代步車遭到拒絕 來回三次 後照鏡總算是修好了 啟動馬達卻壞了 廠商直接報價三萬一 就要收錢 李先生堅持非他人為就是不付 換馬達才不了了之 想不到車開回去 問題才要開始 車子底下底盤的底盤 沒有裝回去 我打電話去問他們的業務人員 他們業務是說 他們忘記了 業者坦言忘記裝回車底護板 的確是人為疏失 不過李先生購買的是 美國平行輸入車 配備馬跟歐規不同 就會造成訂零件有出入 無法正常運作 而所謂的代步車提供 也得在保固期三年內 才能申請 而且非事故車 才會是第一優先 買車送原廠維修 把車修到好天經地義 雖說平行輸入車 規格配備不同台灣代理 但如果已經事前知情 是平行輸入 原廠卻還是無法修好 也難怪消費者很難接受 此程今天阿里佩萱 Table道